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分別會在下午和晚上 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開會 除了自身型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中歐之間最高級別交往 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與新一屆歐盟領導層正式會晤 有份籌備封會的歐盟官員透露 歐盟期望中國會承擔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經濟體的責任 期望與中方合作 但在疫情之後 歐盟對中方的疑慮增加 官員預期中歐峰會之後 雙方不會發表聯合聲明 中國駐歐盟市團團長張明早前就說 這次會談有望增進中歐互信和合作 為疫情後的雙邊關係發展指明方向 進一步彰顯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全球意義 中方透露 會議會聚焦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國際抗疫合作等等議題 但歐盟早前才點名批評中國就疫情散播假消息 又就北京政府在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 多次表明反對惹來中方不滿 有聲電視記者 吳慧斯報道 有聲電視記者 吳慧斯報道 有聲電視記者 吳慧斯報道 請大家操告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